然後繼續上去 因為剛才我的相機的記憶卡爆了 所以停了 所以沒辦法 我又剪不到影片 唯有就 不把兩條影片分開兩半 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其實開一條影片就完成了 你只要 一路繼續上去 好 先找到頂部的 我的頂部 最頂部 就是中間最頂部的 就是這邊 然後 才在這邊 好 現在完成了 所有的頂部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先偷一偷這個位置 我們需要拿 一條白色的橡筋 做蝴蝶皮 我看有什麼顏色 很漂亮 今晚 那好吧 不如我們拿 拿藍色 好嗎 拿一條藍色 再拿一條白色的橡筋 你看到搭了三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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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好 現在我們要放棄鈑 好 好 好 然後把蝴蝶放進去 把蝴蝶放進去 首先把蝴蝶放進去 然後把蝴蝶放進去 可以看到蝴蝶放進去 可以重複把蝴蝶放進去 讓蝴蝶放進去 讓蝴蝶放進去 是不是掉了? 現在可以把蝴蝶放進去 現在可以把蝴蝶放進去 把蝴蝶放進去 把蝴蝶放進去 可以把蝴蝶放進去 現在把蝴蝶放進去 完成了筆土畫畫 但有一個步驟大家要記住 綁蝴蝶結的時候 現在大家要留意 綁蝴蝶結的時候 不能綁蝴蝶結 不然就會露了餡 這次的玩偶 其實我特意拉長一點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 我會選擇製的筆 或者是勾針 看不見 為什麼我會選擇製的筆 因為真的要放外套 如果你弄長一點 真的要你這樣包住 但我不想包住我才這樣做 其實這個也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做完 如果媽媽想做 可以做給小朋友帶回學 女生就做粉紅色 像我這樣 如果是男生 你就做藍色 上面這個就可以做男生 其實做男生很簡單 只要你不需要頭髮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們 拜拜